日前,郭静静带子女参加公寓活动的照片被曝光,活动倡导帮助儿童和困难家庭。 当天,她戴着口罩,穿一件眉红色的短袖,搭配黑色裤子,一头乌黑柔顺的绣发随意披散着,打扮映如既往的简单低调。 松盈现身的她,皮肤白皙紧致,气质十分出众。 郭静静注重孩子的教育,儿女也都纷纷出席。 大儿子霍忠希穿一套蓝色运动装,脚踩黑色运动鞋,个头在孩子们中间很显眼。 妹妹霍忠颜头戴粉色发卡,穿一条蓝色牛仔裙站在最左边,虽然她的脸蛋也被口罩遮挡,但一双圆圆大眼睛很可爱。 除了郭静静一家三口,在场人士中,最引人关注的便是吕清新。 罕见露面的她,穿着一身黑色套装,衣服很是干脸,颇有女强人的风范。 吕清新是霍启刚前女友,虽然分手多年,但双方仍保持良好的关系。 霍启刚女儿就读的幼儿园,正是吕清新担任副校长的宝山幼儿园。